台东市大涌路巷弄 在昨天深夜传出了爆炸声 一台停放在仓库前的大货车 不明原因起火 火势迅速蔓延燃烧 消防队货报赶到现场 布水线来灌旧 在10分钟内顺利控制火势 没有人员伤亡 而现场拉起封锁线 要等待紧交进一步厘清起火原因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停放在仓库前的货车 冒出了熊熊烈火 消防人员货报后 立即派遣消防车辆 到现场进行灭火的工作 这起火警发生在20日晚间 11点多左右 台东县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大涌路的巷子内 一间仓库前停放的大货车起火燃烧 而消防局立即派遣大风分队 前往现场布置水线 开始进行灭火的工作 而附近的民众就表示 没有看到有人从巷子口进出 在听见爆炸声后 出来查看就发现货车已经燃烧 连续蹦两声 然后就想说什么 大半夜的是人家放面炮 也是这样出来看就爆炸 所以有爆炸声哦 就是蹦 应该是轮胎爆掉的声音了 还有人经过吗 没有没有 索性火势在10分钟内就获得了控制 而消防人员也为了安全起见 拿着热感应器进行检测 发现温度较高的地方 再次进行洒水降温 但是在这偏僻的巷弄内 大货车无故起火燃烧 火吊科的人员和警方 也已经将现场进行封锁 厘清起火的真正原因 记得陈吉林凯东市报导